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五章 第五章是额外的分析技巧 这一章的学习目标有好几样 第一个呢,了解线性与等效的概念 第二个,知道如何使用重叠原理来分析电路 第三个,能够计算线性电路的戴维宁等效电路 第四个,能够计算线性电路的诺顿等效电路 第五个,了解何时使用 何时与如何使用电源转换法 第七个,能够使用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最后一个,知道如何使用PSPICE来做电路的电脑辅助分析 好,这一章里面分成七节 也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 一,我们先做个简介 五之二,先介绍重叠原理 五之三,介绍戴维宁与诺宁等理 第五之四,最大功率传输五十五 应用电路图记录来做直流SPICE分析 五点六,应用翻例五十七,设计翻例 好,那这一章里面一开始的引起化机 已经出现在各位的一百七十三页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燃料电池 什么是燃料电池呢? 就是燃烧氧跟氢产生水的方式 因为它没有碳排放 所以这个东西不会把地球造成软化的问题 好,那换句话说 氢跟氧又如何得来的? 氧没有太大的问题 空气中20%是氧气 那氢气哪来了? 氢气我们可以用核能发电厂于夜间电力过剩的时候 利用分解的方式 把我们的水中的电解成为氢气跟氧气 那氢气就保留起来 存在压缩钢瓶中 或用特殊的金属 那么呢,吸附在金属海绵里头 然后呢,或者是说呢 像如果是电动车的话 它燃烧氢的车子的话 那么车子上准备一个压缩钢瓶 就好像瓦斯一样 好,把它存进去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等到车子发动的时候呢 那么透过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呢 跟一般的电池最大的差别就是呢 它放电的速率比较慢 它不像引擎 它是直接就点火就烧起来 它是透过一个轻被氧化的方式 然后逐步放出能量 那么用来做很多 我们现在想到的许多的 有关于做发电 或者是在人造卫星上面 都使用这种模式来 用这种当作能源 好,那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是零污染 它没有碳的问题 零排放 它反照出来是水 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利用等效电路模型 来分析燃料电池的特性 然后检视它的电池之电力系统 来解决它的运作模式 好,那么五之一呢 我们就先来介绍简介 我们讲呢 我们在做电路上的问题时间呢 我们通常而言的电路方法呢 一定就是我们前面学过的 不论是节点法、回路法等等 那么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之前没有提到 就是我们可以化简法 就是把电路的一部分 用简单的等效电路取代 可以简化电路的分析工作 OK,那我们等一下会多多许多的介绍 那等效电路 例如我们已经学过了 例如说呢 我们把两个电阻串联的话 我们可以结合变成一个 两个电阻并联也可以变成一个 电阻没有 然后电压源的串联 电流源的并联 电压源串联联电阻 转换成电流源并联电阻等等 那当然有些例外状况就是 电流源串联或电压源串联的时候呢 除非极性相同 且数字相同才能够串在一起 不然的话就要相加的话 就要变成要做其他的方式的定义 那线性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欧姆定律展示 电阻电压与电流成线性的关系 在这里面所看到的就是 线性业者它就成一个直线的关系 例如说 假设R是固定的话 R是没有改变 R是100欧姆的话 那么电流变大 这个电压也会变大 电流变小 它电阻上面的电压也跟着变小 这就是所谓最简单的线性关系 好 我们看它等效电路 基本上就是R1加R2可以变成了一个 这两个电阻可以变成一个单个的电阻 那这两个电阻并联的也可以变成这样子 那么好 两个变一个呢 电路是不是就变成比较简单的呢 那两个电压源也是呢 这里面注意到哈 这两个是原来是可以相加的 但是因为它极性相反就变成了相减 同样道理 这两边的箭头一朝上一朝下 那最后两个呢 就合并起来 好 如果是线性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V1等于R乘上I V2等于R乘上I2 那么I呢 在里面大家都有共同的R 刚刚刚提到 如果R是100 这也是100的话 那么I就可以写成两个的相加 那么I可以写成两个的相加 就是说呢 我这个线性关系呢 就是如果这两个相同的话 那么我们的电流就可以加在一起 那么电压也当然可以加在一起 就是假设这个R上面有两个电阻流过去 一个是I1 一个是I2 那么这里面 最后总共流过R的电阻就是两个相加 那么它电压呢 当然也是这两个的相加 那么另外一个Case就是说 假设呢 我电阻放大了 例如说呢 电阻原来是这个电阻呢 放大了K1倍 OK 电阻K1倍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 sorry 我讲错了 电流调整K1倍的时候呢 电压也跟着调整K1倍 写起来就写成这样子 R乘上Ki K1 K1 那么K1 I拉过去呢 就变成了K的VT 这个意思就是 电流跟电压呢 两个 如果是R是固定的话呢 两个是线性的关系就是如此 那当然呢 一个电路里面当然不是那么只有简单 通常也会包括了许许多多的电子元件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线性的加起来 加起来代表所有的电流 或者是说所有的电流 这个电就是说呢 每一个呢 我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边电流里面 这个意思又是又何可以看作呢 这个电流可以看作许许多多的 它的一个 我的一个节点上面呢 它有许许多多的分段的组合 所加起来 变成总共在这个点子上的总共的电流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一个回均上面 个别的 原件上的压降呢 加起来 就最后整个回均上面的整体的压降 也可以看这么看 好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线性的例子 这个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还要求呢 这一个2kΩ 这个电阻上面的压降是多少 好 那么这个提案当然很简单 我们之前也都做过了 我们传统的做法就直接 例如说宣算 这个 这两个串联再并联 并联再串联 把总电阻算出来以后呢 然后去 让用12伏特去算总电阻 得到了这个电流 然后再用分压定律 决定了这个 这个V1多少 再从决定V2多少 那最后最后呢 从V2上面造地呢 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这是一个最简单 各位都已经学过的方法 不太难 那另外的方法就是 我们在这个两端先假设 我们先假设一个电压 最简单的假设方法呢 就是我们先假设它是1伏特 好 这个是1伏特 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1伏特乘上2k 这个1伏特的话呢 这个在这里 就V2是1伏特 1伏特呢 我们最后呢 假设是1伏特 那推算这个电压源会是多少 我们知道这会是多少呢 如果假设如果这个电压源 如果是 例如说变成24伏是它2倍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电流 这边的压降 这边是2伏特 因为我们就是 它完全有线性的关系 这边升 这边跟着升 这边降 它也跟着降 好我们先看呢 假设这边是1伏特 1伏特在这个地方的话 好1伏除以2k 马上知道电流是0.5mA 在这个地方 0.5mA是代表I2的电流 那么 那么这边V2是1伏特 那么V1是多少呢 就是0.5mA乘上这两个电阻的核 OK 那这两个是4k加2k是6k 6k乘上0.5的话 是变成了3伏特 就是V1就是3伏特 好V1是3伏特的以后呢 那么I1多少 三伏除以3k 就是1mA 好 1mA从这里 0.5从这里 那总共是1.5mA 好 1.5mA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呢 I0就是1.5mA 因为这个电流分成两个 分别是1跟0.5 好 那这一个呢 因为这个刚才1.5乘上2 就是代表它是 那这边是代表了2k 那这边1.5乘上2代表这边3伏 3伏了以后 刚才我们去到这个3伏 刚才我们也知道呢 V1是3伏 3伏加加3伏 代表呢 我如果假设这边是1伏特的时候呢 那这个应该是6伏特 但是现在这个是12伏特 那N有可能的话 这V2呢 就是来到了2伏特 就是线性的关系的意思 也就在这里 接着我们进行那个学习评量15.1 这个评量是要求这个I0的上面的电流是多少 那我们先假设它的电流是1mA OK 1mA的时候呢 那么 用1mA来推已知的I 这个I已经知道是6A 假设1的时候它是多少 然后利用它的倍数关系呢 我就可以知道正确的I0 如同前面的方法 好 紧接着我们进入到5.2节 重叠原理 重叠原理是说什么呢 在任何包含多个独立电源的线性电路中 网络中任何的 例如说元件 例如说一个电阻 它的电流或电压可以为每一个电源单独作用是所得的和 换句话说呢 我们重叠原理提高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 例如说某一个电阻上面的电压是多少呢 可以看作是有好多的 这个电路中有好多个电流源也罢 电压源罢 是个别的对那一个电阻所产生的电压 OK 每一个通通加起来就是我总共需要得到的电流值或电压值 因此当决定某一个独立电源所造成的影响时 其他的就必须 电压就要必须短路 然后电流呢就必须要开路 但是呢 这有限制条件 如果有相依电源重叠原理不可行 因为相依电源无法为零 第二个呢 它无法用于功率上的问题 我们看下面范例无知二的这个例子好了 他要问呢 这个电路上面 这个电路上面有两个电压源 分别代表V1跟V2 我要求这个 这一个I1上面的回路电流是多少 好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有解过了 我们现在看我们如何用重叠原理呢 重叠原理的方法就是说用这个图来看的话 我们首先呢 我们先 还没有用重叠原理之前 我们先用回路原理来解 I1这个回路可以 那么这个回路 克西博物回路原理告诉我这一圈的何等于0 或者是说这一圈的电压降呢 等于这一圈上的电压源 OK 好 那我们看这一圈的I1上面呢 这一圈里面呢 有两个 就是6K乘上I1 减掉3K共用的3K乘上I2 会等于V1 就是I1这个圈 对于I2这个圈的话 也是相同的事情 那么共用的这个3K是-3K I1加上9 6加3 9K I2 等于 因为电流进来的方向 所以等于 在等号左边是正的V2 在右边就是-V2 好 那么把这个式子解一解呢 我们会得到 I1等于呢 VET 就是这个 出上5K 减掉 V2 出上15K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知道 这是我们的正确答案了 那紧接着我们看 我们如何用重叠原理来得到相同的结果呢 我们首先呢 刚才利用刚才的重叠原理所说的 我们先算 V1这一个电压原 这一个电压原所产生的I1' OK 为多少 那这个你同时把第二个呢 我把它短路掉 那短路掉以后就很简单呢 这个就是 那上面的电流多大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6K跟3K的并联变成2K 2K再加3K就5K 所以电流就是 其实就是 就是V1除上5K 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V1' 就是我们在 这 这一个单独的 独立的 V1 所造成的 V I1' 所造成的电流就出来了 那么 紧接着我们要看一下呢 在 这个球出来以后 所以我们看 右左边这个V2 那么 所形成的这个 I1' 这个是多少 I1'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这两个 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因为这边已经短路掉不见了 这3K跟3K的并联变成1.5K 1.5K以后呢 再加上6K 就变成7.5K 7.5K 那么 因此呢 这个 V2' 等于 V2除以7.5K 那会得到 这个 会等于 I2' V2' OK 就是这边进来的电流 但这些电流是负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电流方向 是流进了高电位 所以我们给负号 OK 那么 那么它的 这个 I1' 是I2' 的2分之1 所以 7.5K分之 V2 要变 2分之1 就变成了15 就变成了15 K分之 负的V2 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这个是负的V2出来 因此呢 刚才前面这个也求出来了 这个也求出来了 那么 我们最后的I1 就等于什么东西呢 I1就等于两个相加 就是 5K分之V1 减掉 15K分之V2 那我们答案就求出来了 这个就是重叠原理的做法 我们把一次只求一个 因为这个没有电压原的 我们就可以用 简单的欧姆定律并联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解出来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把 简化电路的方法是一 但是过程可能就多了一道步骤 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分别求1 然后把这个电流求出来 然后把这个短路调 再求这个电流 然后这两个电流加起来 就是我们要的I1 这个电流就求出来了 好,紧接着我们看 下面一道范例5-3 也是一个要求 这个6Kohm的这个电阻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这个电压假设是Vout OK,那么这个地方的电路 基本上也是我们也有两个电压 一个电压原,一个电流原 好,这个做法呢也很简单 首先呢也是一样呢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I0是多少 我们这个I0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I0呢,我们用这个 第一个呢,我们把 这一个呢,我们看一下 对于这一个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另外一个先把 转路掉了 所以另外一个那个 三伏特的电压原 我们先把它转路掉 我们看这个两个mA的 这个电流源 所赚成的这个V1 我们称为Vout 是多少 那么这里很简单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边有一边3K 这边有一个6K 就是3K加6K 这两个并连起来 然后呢 再加上呢 我们看出来呢 这一个6K上面的 这个电流是多大呢 就是它对面的 这个3K上面的 放在分子的地方 大家总共加起来 当作分子是对面的 好,那么电流是2mA 就马上I0 这个I0 这个所看到的I0 就算得出来是等于 三分之二mA 那么三分之二mA 在这个地方乘上6K 于是乎就是4V 好,这个就是第一个搞定了 紧接着看第二个 电压原 刚才有短路掉 现在我们把这个拉开路 开路以后 那我们看一下 就三个串联了 6,3,6,2,1 三个串联 全部的电阻当作分母 6K的当作分子 OK,乘上3V 那一成进去以后 这两V 所以就变成Vout double prime 那全部 刚才我们看到的 在Y0的6K上面呢 就是两个相加 4加2 就等于6V出来了 好,当然 我们这个题目呢 也可以呢 用其他的方法 例如说呢 我们可以用节点法 用这个节点 下面就是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上面呢 OK,那我们节点我们看到呢 这边 那么这两个 这可以当作一个超级节点 因为这两个呢 这个时候 以这一点为准的话 这V0这一点呢 这一点的话 就是V0-3 V0-3除上 这一条和旁路的话 就V0除以3K 就第一个项 留进来的为-2 V0-3 再加上 这V0除6K OK,等于0 那V0就减出来是6负 好,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当然也可以用回路原理 好,那回路原理的话 小回路 大回路 这大回路 就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个 大回路而言 我把它开路 所以避开2mA 小回路上面不用求了 就是-2mA 就是-2×10-3 那大回路里面看到的 这个两个电阻 共有I1跟I2 就第一项 OK -3V 再加上I2自己的6K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因此得到I2等1mA I21的话乘上6 那我们就答应 就出来了 这也很简单 好,我们看下面这道题目 OK 这道题目里面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求的话 这一边的Vout 是V0 好,我们叫V0 不要说V0 V0是多少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这个电路上面呢 V0可以看作呢 这个 我们首先呢 可以 我们把下面的这个先转路 我们先看6伏特这个 所产生的效果 OK 它产生对于这个6 这个原来的V0呢 我们叫做V0' 我们先看V0'是多少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电路把下面一开路以后呢 那这个呢 可以重化成 变成这样子 OK 重化再看一下 这个重化过来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放上来 这两个放上来 就这两个呢 6K跟2K放上来 那么原来这个是V0' 就是只剩下6K在这里 那第二个呢 这一个2K呢 搬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4K在这个地方 好,那么因此呢 完全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那剩下这个问题 看这样子呢 就已经可以看懂了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一边呢 我们要看 这一个大一圈的话 总共的合起来电阻多少 就是6K加2K 并连4K 等于2.67K 那2.67K的话 那么请问一下呢 那个 那么这个2.67K呢 再串一个2K呢 然后就是全部的电阻值 然后呢 那么要看V1呢 就是相当于 这2.67K上面的压降 OK 那么就是6伏特乘上2.67K 加2K在这个地方 再当做分母 再分子就是2.67K 算得出来是3.43 就是3.43 就是V1 你3.43 也就是这边两边的压降 3.43成 然后这边是6K加串联2K呢 我们当分母就是8K分之6K乘上3.43 那我们这个V0'的电压 就算出来是2.57K 在这个地方 好 因此呢 上面的这一个电压源搞定了 紧接着我们把上面的开路 把下面的计算这个呢 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 紧接着下一步之后呢 我们把上面的电压源给它搬走 也就是把这个地方转路掉 那转路掉不见了 转路掉以后呢 就变成了2K跟4K 在这两个是并连的 就4K跟2K并连 等于3分之4K或是1.33K 我喜欢把它写成的这个我们叫做时数 不喜欢这个分数 就比较 这样子比较容易看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V0'会电压是多少 这个电压等于 那当然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压值 就首先我们第一步骤呢 我们把1.33K加2K 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3.33K并连6K 并连6K以后呢 就是它全部的电阻 乘上了两个mA 就是V0'就4.28了 4.28算出来以后 跟前面的2.5D相加 就是6.85 所以最后呢 我们的达岸就已经出来6.85D 好 紧接着看下面这一道题 那这一道题里面呢 这个电路呢 我们 我讲错了 应该是下面我们还没有在讲 下面之前还有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用 我们之前所学过的方法 把这个方法给求出来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之前 不要忘记我们修过回路法 相同的事情 回路法怎么讲 这里面有三个回路 分别是 I1 I2 跟I3 那么 V0就等于I3 这个电流 在6K上面的压降就出来了 好 我们把 怎么求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点 当作一个超级节点 以这一点的电压 就是V0的电压为准 那这个电压就是V0-6 OK V0-6 好 这个超级节点上面呢 我们看有几个电流 第一个 负二层时的浮染流进来的为负 第二个呢 这个V0-6是这一点 减掉V1 除上2K就这段电流了 OK 那第三个V0-V1 V0-V1 V0-V1 就这一段电流 OK 那第四个呢 就V0 在这个地方V0 这样到D了 就V0-6K 那四个电流核加起来 OK 那这个加起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写成呢 那第二对于 这个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节点 就是这个超级节点 解出来了 那第二个呢 对于这个节点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 有三个电流加起来 分别是V1 减掉V0 除以4K 就是这段电流 就是这一项 第二个呢 V1-V0-6 除以2K 就是这一段 再加上V1 除以2K 就是这个 加起来等于0 两个位置数 分别是V0跟V1 可以有两个方程式 就可以把V0给解出来 跟答案跟前面一样 也将近48除以7 也就6.87 就是跟前面结果一样 完了没有 还没有 sorry OK 当然还有第三个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画的三个回路 OK 三个回路再一次 那三个回路我们就是 分别是I1 I2 I3 好 对第一个回路而言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6 再加上I1-I3 乘上4K 再加上I1-I2 乘上2K 就可以我们所熟悉的回路原理 就第一个I1方程式搞定了 I2 不用求了 I2只有2.2mAh 所以I2是很简单 I3的话 OK I3的地方 有这两个是共用的 I3-I2 OK 就是这个 2K 加上4K的I3-I1 就是这个 自己有一个6K在这个 好 也减出来 I3减出来以后 是7分之8 之后再乘上6K 也得到了我们前面的6.87 好 换句话说 这一章里面呢 它虽然用重点原理 也用到了我们的节点定律 也用到回路定律 来验证 看看我们的结果是不是正确 就是我们做电路权 不能说只限用一个方法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或第三种方法 来验算一下 你是不是有计算错误的地方 好 那么到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一个运算放大器的例子 假设我们有两个电压源 在这个地方 分别是V1跟V2 V1接负端 OK 那个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Vout会这个电压是多少 那我们也用重点原理 首先呢 先看V1 我们把V2这个地方短路掉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这个反向放大器 OK 这个结果呢 我们V2就得负的R1分之R2 这个是R2回收电子乘上V1 进来的电压 就出来了 好,这个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重点原理 先从V1所对于我们的结果的贡献 就在这个项 好 那紧接着我们看第二项 第二项里面呢 就是说我把这个短路掉 然后这边加个V2在这个地方 V2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V2 我们用 其实用电路的虚短路原理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V2 那么这一点 负点也就变成了V2 这个电压已经短路掉不见了 这个是V2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用比例原理 这个是V2的话 那这边电压是多少呢 就是全部的电 全部的电阻 当作分子 然后这个地方呢 R1当作分母 那就变成 E加上R2除以R1 这个就是第二个 所造成的 所做的贡献 就是如果这个V2 对这个电路 对我输出所做的贡献 那最后的结果充电源 你就两个相加 就变成了这一项 OK 那这一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 那当然这里面 如果是R1等于R2 或者是有一个简单的比 那这个是可以 R1等于R2的话 就得负的V1 加上两倍的V2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最简单 在没有这个计算机之前 我要做的计算方法 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做简单的 所谓的 最简单的所谓的运算计算 做一个加法器 就拿这个方法来做 OK 好 那么紧接着我们这个介绍 前面重点源以后 我们紧接着介绍 这该是电路学里面 除了科西科夫定律以外 最重要的两个定律 一个叫做戴维宁等效电路定律 一个叫做诺顿等效电路定律 什么叫戴维宁定律呢 就是任何一个电路 都可以用一个独立电压源 串联一个等效电阻来取代 负载以外的所有电路 那诺顿定律就是 也是任何一个电路 都可以借由一个独立电邮源 并连一个等效电阻来取代 负载以外的所有电路 这两个定律 OK 那这两个定律呢 有相关性 我们就看下面的例子 我来给各位讲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例子呢 在课委上面没有 是林健老师想出来 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 这个电路是没有 各位已经大概看过若干次了 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绘师同电桥电路 只是呢 原来中间这个地方 要放一个 量电位器的林健老师 在这边呢 放一个电阻 串联这两个电 好 那这个电阻呢 而且我刻意选择呢 这边EK,EK,EK呢 这里面选500 让这个地方保证不为0 而且有一个 呃 这两边不为0 而且呢 有一个电压值 电压差 这个电压差多少呢 是 0.625V OK 或者625mV 那这个呢 电流多少呢 是1.25mA 在这个上面 OK 放进来是从这一端 流到这边 好 那么首先呢 当然我们可以看 那那么 戴维宁等效电路是说什么呢 我们把 这一个当做负载 OK 就是负载以外的 这个大电路呢 就是这个 我们就 就是刚刚前面林燕老师 讲到的这个 会是从电桥呢 可以简化成两样东西 一个是一个 我们叫做 呃 戴维宁等效电压 串一个等效电阻在这里 那这样子可以看到哈 这么外面这个电桥 这个电桥电路 从从不见了 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 电压源 串一个电阻 好 那负载呢 在这个地方不动 那怎么知道 没影响 我们看一下 这是625 这个625 1.25mA 1.25mA 因此对于我500欧姆这个负载而言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因为这两个电路完全一样 都会得到相同的效果 因此我可以说呢 这个叫等效电路就是 我这个会是从 可以用这个 一个复杂的电路 会用这个来取代 那相同的事情 也就是呢 诺顿经理也是一样 我也可以把负载以外的这一个 这会是会是从电桥 替换成为一个电流源 2mA的电流源 并连一个等效电阻 在这个地方 那对于我的产生的结果一样 也还是一样 1.25mA 625mV 因此呢 对于我的负载而言 这个假设R2500 是我的负载而言的话 我们看到 都没有改变 这一个电路 或这个电路 都跟原来这个比较复杂电路 都对我负载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好,这就是所谓的 戴文林等效电路 或诺顿电路一定里面所要做的 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电路 简化成一个电压源串联络 或者是电流源并连一个电阻在这里 在这里面先预告一下 这个两个电阻大家都一样大 都是833.3 833.3 好,我看为什么是如此 我看下面的头影片 好,第一个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戴文林等效电阻上面的 这一个电压源的数值是多少呢 这边在地理上面有讲到 怎么算呢 基本上有两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比较最简单的 这是我注意到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发现的原因 是从实验 做实验中不小心看到 然后再来想原理 注意到哈 他的想,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他在实验过程中间呢 不小心看到 实验中观察的现象 然后再反过来推 为什么是如此 好,这个电压源多大 一开始的时候,这很简单 不用算,直接用量的做实验 直接量 我就把这个负载拉走 直接看这两边的开路电压是多少 1.67 这1.67就决定了 戴文林等效电压源的电压值 好 这叫做等效电压源 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量它的开路电压 那怎么知道它的诺顿等效电流呢 就是把这个比较短路起来 直接量这个电流 2mm就是2mm 好,那么第三个 怎么量它的等效电阻呢 就把这个短路起来 直接用歐姆基直接量 换句话说呢 它的等效电路的决定方法很简单 只要一个三用表 你就可以分别量它的开路电压 短路电引流 或把这个电压 把电压源 短路或电流源开路以后 直接量上面的电阻 OK,量出来以后 那你的那个等效电路就搞定了 就画可以画得出来了 好,这个是做实验的方法 好,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就是我们后面 我们从理论上来推 这个理论怎么建立呢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现在 刚才各位看的 哎, sorry 右手边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负载 550 这个电流源跟电压表 这个电流计跟电压计 只是来量测用的 分别 在这一样东西呢 这是我们把它分别出来 就是有个跳线 从J1跳过来 J2跳过去 OK,为什么不直接拉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电路看起来 相对简洁的许多 就是有一条线 这个叫跳线 J就从这里 对这里 这里 对这里 就我们把电路拉出来看 这里面我们看到呢 跟刚才结果一样 这个负载上面的压降是625mV 电流1.25mA 好,我们可以呢 把这一个500欧姆的这一个电阻呢 可以用一个相同的 这个相同的电压 625mV 用一个相同的电压源 划上去 其结果呢 不会影响到我的数值 OK,换句话说 我把这个500欧姆 换成一个625mV的话 我们看呢 我们接上去以后 诶 这个电流还是1.25mV 跟大家一样 这一点B1电压之前 在这个地方量到4.38mV 这边还是量到4.38mV 意思是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换成这样子的话 就是上面这个框框所讲到的 500欧姆电阻 用0.65mV电源取代 不会影响到电路参数 这个 还是这个 1.25mV 还是1.25mV 不影响 好 这个有些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下面的图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把这个电路呢 这整串电路 包括了我的绘时通电桥 包括我的负载呢 我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分别代表呢 这个地方A B 我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呢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叫的Circle A 就是代表我原这个绘时通电桥 包括了电压源 跟四个电阻 Circle B呢 就代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这一个500欧姆的电阻 OK 这个电表电压 这个其实只是 帮助我们量测用的 OK 好 最重要是500欧姆 其实要不要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是这个500欧姆的 这一个电阻器在这个地方 好 好 刚才我们前一页头影片告诉我们 500欧姆电阻呢 用一个相同的 负载上面的电压 元取代呢 不会影响我的结果 好 我就可以因此 我的这个B电路呢 就可以用这一个电路来取代 一个电压元 OK 来加以取代 好 好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话题突然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625mV在这个地方 其他的汇式动电桥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这I0是什么呢 就上面说 我们这个I0呢 我们可以看作呢 是由两个部分所构成的 一个呢 原来的这个电压元 这个10伏的电压值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 625mV在这个地方 因此电流可以看作呢 两个部分所构成的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充电源里的话 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I0的话 对应V0 就是我把这个电压元短路 所产生的电流 那ISC下跃代表短路电流是说 我把这个地方短路 看到了电流 OK 就是我把这个电压短路 就用重叠原理了 第一个呢 是把汇式动电箱上面的 电压元短路 这个叫I0 第二个呢 我要把这个电压短路起来 我们叫ISC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嗯 这I0这个电流多大 其实很简单啊 还就是我这个V0 图上这个地方所看到的电阻 这个电阻是什么 就是我把刚才的电压元 把它短路起来 所以量到了电阻 这个我们叫代文明等效电阻 意思就是在这里 把电压元短路起来 所以看到了电阻 换句话说 这个RTH代表 Circuit A等效电阻 就是RTH这个地方 这个换句话说 我可以看作呢 I0所产生就是这一点 我输出 从AB端之间 向左边看进去的 我们可以得有个V0 除掉RTH就是I0 好 那么 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式子 用这一边呢 带进去 这边为什么有个负号呢 这很简单 因为这边的电流 对于是一定是从A往里面流 那I的方向是A往外流 所以我这边一定是负号 在这个地方加ISC 好 这个式子我们就建立起来了 好 在这式子里面呢 假设我现在把AB open 对吧 这个量 就是AB 我们把这个拉掉 OK 把它变成开路 开路 I当然就等于0 开等于0的时候呢 我会量AB两点的电压 叫做开路电压 VOC 除上RTH加上ISC会等于0 那这里面预告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下面第三个是左左边的事情 就是开路电压呢 等于短路电油乘上 它这个电路上面的等效电阻RTH 好 那么这个地方好 那这个也搞定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个呢 带回这个式子 那么最后会把这个AOC 带进来的话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说错了 我把ISC等于 在这个式子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短路电流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VOC 除上RTH 好 我就可以把这个呢 带回原来的这个式子里头 短路电流用VOC 除以RTH取代 最后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看起来就很简单咯 怎么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作 因为呢 这个地方呢 左右两边 大家都乘上RTH 就是I乘上RTH 我的全部的电流 全部的电流乘上这个等效电阻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放到等号的这边搬 从这一层过去 就放到等号的右手边 然后把这一边的这个呢 因为RTH不见了 因为两边都乘掉 这个V20呢 把它搬到等号的左手边 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V0 等于VOC 减掉RTH OK RTH就是等效 那么开路电压等于 我说错了 呃 负载端上面的原来的电压 可以看作呢 开路电压减掉上面的电 电路上的电流乘到它的等效电阻 我们先这个事 我们等下在后 在后两页还会提到 在在这个其实就已经把 预告了呃 呃 戴威宁等效电阻的概念 我的电压值就是 我负载上面看到电压 等于开路电压 就是负载拉掉的时候看到电压 减掉呃 等效电阻乘上的电流 OK 那就得到我负载上的电压值就出来了 好的 我们还会看到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式子是否正确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假设 I等于I0加ISC 就这个电流呢 等于什么呢 就是一开始假设这边的电压源产生的电流 加上呃 呃 原来这个呃 呃 戴威宁 不 会自从电桥上面 把这边转路起来 看到的电流 是不是如此 我们看下面的模拟数字就可以知道了 好 这个是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 我们在 会自从电桥上面 接一个负载 500欧姆的负载 在上面 500欧姆的电子上面 负载的压降是625mA 电流是1.5mA 好 1.5 把这个字太小了 写清楚 1.5mA 好 那这个电流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这个I的数字是1.5mA 会等于两项 一个是等于呢 呃 把这个 这边短路起来 这边短路起来 我看 把这个呃 负载用一个相同电压值的电压源取代 625mA 所以我们放过来 就是把这个短路起来以后 看 这时候我的电流多少 量出来了 负的0.75mA 负的原因 刚才老师前面提到很简单 因为 原来是电流是从J1流到J2 你现在 加上了一个电压源在这个地方 电流一定是反过来流 所以负的0.75mA 好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这个负载呢 把它短路叫 短路 这边短路坑 这边短路 我看一下 这一色短路时候的这个电流会多少 这个电流出来了 2mA 所以短路电流是2个mA 好 那么它的另外一个呢 就是 i0就是说呢 又 这个 负载压降的行程的电压源 手上面的电流 这个是 负的0.75mA 这个是2 就是2-0.75mA 就会回到1.25mA 就又会回到了我们负载上面的电流 所以我们利用 Tina模拟电路的方式 我们呢 验证了前面的 这个公司 就是 i等于 i0加上 isc 我们的 这一个 这个 嗯 嗯 在这个电路上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500欧姆负载上面的电流 等于2项电流所加起来 第一个把它转路时候的电流 第二个呢 是把它替换成一个负载电压的源的时候的电流 两个相加会等于原来的电流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看 刚才看到了 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里面要求它的开路电压 刚才开路电压多少 我们这个开路电压的方法 有两种 一个最简单就是直接量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 透过理论计算的方式 把这个开路电压给量出来 这个电压怎么量呢 那怎么计算 其实蛮简单的 10伏特 1k 1k V1这个电压应该多少 就是5伏特 那V2这边多少呢 这边是1k 这个是500 OK 马上告诉我们 10伏的话 这边的压降应该是3.33 就接触这一点电压 5-3.33 就来到1.67 因此开路电压就1.67 好 那紧接着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1.67 那然后呢 我们要求它的 这一个电路上面的 它的等效电阻是多少 好 我们知道有开路电压呢 一有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 短路电压就把这边连起来 短路电流 刚才已经知道是2mA 那么一除呢 那么马上也得到了 它的等效电阻就是833Ω 也就是0.833k 那我们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算出来了 好 回到我们最前面的公式 V0.VOC-RTH等效电阻乘上i 划起电路来就长这样 开路电压 减掉等效电阻 就是我原来的电路在这个 负载在这个地方 500Ω在这里 OK 那么或者是说呢 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做呢 哎 用刚才前面的公式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一个诺顿定理 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 刚才已经要量过 就是把这个地方 秀了起来的短路电流 当做我的电流源 并连我的RTH 那么这两边呢 也会得到相同的效果 OK 因此呢 我的i是多少呢 i可以看做是什么 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 等于我这边的V0 除上RTH 这边电压除上这个电流 OK 等于呢 我短路电流减掉这个电流 当然就是这边的电流 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OK 或者是说呢 我这边的电流 加上这边的电流 就是我的短路电流 也是一样 那这边的电流多大呢 就是V0 就是那这边的电流 除上我的负载 就知道是这边的电流 那这个V0除上RTH 就是这一下 OK 好 那就是变成我的 那么 因此呢 我的短路电流 就等于负载电流 再加上 电流流过了这个 等效电路上的电流 两个加起来 就是我的短路 就等于我的短路电流 好 这个就是我们戴维林念里 跟洛正经理的 一个最简单的证明 好 我们看一下 紧接着我们要看 下面的电路图的V0值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个图 要求这边的电路 这个V0值 我们怎么求 OK 这个V0值 首先呢 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把这个 当做我们的负载 跟其他电路分开来 我直接看它的 我这个地方呢 拉走V0值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要想办法把 这一个电路 就是这两个电压源 电流源 这是什么东西呢 用一个 这样子的电路取代 好 那这个电路里面 告诉我们 我电压是9V 这一个等效电 就是3K 那这两个数字 怎么求出来 就是我这张学的 这个两个取代 6K在这个地方 还是不变 V0还是大家在V0 OK 各位看到 这个电路要求起来 很麻烦 这个电路求起来 就很容易 那我们如何来决定 这个数值 跟这个数值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步骤 其实蛮简单的 我们一刀切切下去 就像长这样子 好 这里面呢 照样看呢 好 那这个电路上面要量这两端的 这个叫做开路电压 这叫开路电压 OK VO是意思 open circuit 开路电压 这个电压多少 好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第一个呢 呃 这边有个电流源 这边流不过去了 电流一定这样走过一圈回来嘛 OK 这个电流源沿着两个mA 那这一段V1的压降多少 这个电流源两边的压降多少 就是3K乘上两个mA 就是6哦 就是6 这就是6伏特 6伏特 OK 在这里 再加串一个3伏特 6加3就是9 因此开路电压就是9伏特 这就搞定了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要求它等效电阻呢 等效电阻就是把这个短路 这个开路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3K了 OK 因此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这个电路呢 简化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紧接着 有分压定律 那这个多少 就是6伏特就出来了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可以 用这个 这个是我们可以 好 可是紧接着呢 用这个设计假设 我们把这一个 6K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开路 用开路去从 这个戴维林等效电路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边短路起来 去看它的 把这边短路起来以后 去看这个 这个戴维林等效电路 去看诺顿等效电路 好 这边短路起来以后 我们怎么看呢 好 我们看一下呢 这里 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电压远 这一短路咯 3伏特的电压 并连一个2mA的电流 OK 那么对于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呢 那么请问一下 这一个呢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流汇是多大 这个电流汇多大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流源 这边是正的往过去 这意思是 这边的电压比较高 这边的电压比较小 OK 特别好 先看一下呢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用这个地方 刚才学到的重叠原理 往上看得出来了 OK 这一边的这个重叠原理 首先看一下呢 我先把这一个 先开路 这个短路摄像电流上面 因为由3伏特所供应线的电流呢 这个电流 就是I 就是这个电流 第一个呢 3伏除以3k 就是一个mA在这个地方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短路 OK 这个地方短路 然后呢 两个mA 好 这个地方两个mA呢 流过来以后 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边是3k电阻 一边是短路 它要流哪里 也一定是往短路这边 所以短路电流多少呢 刚才看到 一个是电压原所提供的 1mA 第二个呢 电流原所提供的2mA 所以最后呢 我们马上可以知道呢 它的诺顿电流 其实就是3mA 电流原就是3mA 好 那第二个 我们看到了 它的等效电阻多少 等效电阻的话 刚才有提到 这个拉开来 这个短路 这个开路就是3k 所以3k 还在这个地方 OK 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 3k乘3k 就9伏特 把3k放过来 这两个是一回事 我们也可以从9伏特 所以3k 一除过去 3mA就在这里 就跟着病人 也就出来了 后面 出来了以后 这个 把六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造型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人量出来 好 那这个VM怎么量出来呢 那这个人量出来 那么就是当然 最简单的 我们先把3k 跟6k 我们把它 这两个是病帘 病帘的话 就很简单 分母是两个 相加是9 分子是两个 相乘是18 18除以9 就是变成2k 3密列成2k 就是6伏特 跟这个结果是一模一样 好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这个电路的方法 好 这个要知道了哈 第一个先开一刀 限量开了开路电压 OK 这开路电压呢 这两把很简单 这电流只能走这里 OK 这个电压知道了 加三就量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 把这个短路 这个开路 看电阻 就出来了 等效电阻 至于诺顿的话 把这个短路起来 要讲这个电流多大 短路电流起来 我们看到了 嗯 也是一样 重点原理 3伏特的 这个电流数知道了 1 2mA的 这个比较 要有点趋力想法 你就知道了 这边 这有3k 这有短路 电流一定从这边过 好 两个加起来就是3mA 等效电阻3k 并联 OK 6k 原来负载造型 好 这也照算一遍 就答案就出来了 好 紧接着我们看这个 也是一样 怎么去求 好 这个电路也 这个电路也上 怎么去求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电路里面 刚才前面提到的 呃 我们用逐步化碱的方式 怎么叫逐步化碱呢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电压源 一个是电流源 我们先一刀从这一端切过去 OK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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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简化成这样一样 然后再看剩下的电路 了解不了解 我们先一刀从这边切下来 先把这个部分先来搞定 好 这个部分一搞定 就剩下的这个部分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开路电压多少 开路电压我们知道 这上面没有 这是开路了 这个电流没有电流 没有压降 所以这点电压 就等于这点电压 那这个电压多少呢 3k 6k 12伏特 就等于说说 9分之6 等于3分之2 这个电压就是8伏特 就在这个地方了 那第二个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 短路起来 从这边所看到的 就变成3k 6k并联 就是2k 2k加2k 就是4k 因此马上的 刚一刀切下去的 这个电路就化解成为 8伏特的 8伏特的电压源 跟一个4k的并联在一起 好 这个出来以后呢 我们再想办法 这时候呢 紧接着我们 刚刚看到的 我们再紧接着 把这个8k呢 首先先移掉 8k移掉 8k移掉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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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简化 怎么简化呢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简化方法呢 我们就看一下 第一个呢 先不理这个4k 我们看这两样东西 它的简化 第一个事情呢 它的开路电压多少 这边的开路电压 等于呢 两个来加起来 一个呢 这时候电压 第一个呢 原来有个8伏特 对不对 第二个呢 这个8伏特 第二个呢 这个8伏特呢 在这里 就一路到这个地方 Voc有两个 就8伏特在这个地方 好 这电压源的贡献 就是8伏特 电流源的贡献是多少 电流源把这边转入起来 2乘4 也是8 所以呢 Voc2呢 就是8加8 是16伏特 这个时候呢 等效电压 4k在这里 好 因此呢 刚才一刀切 是从这边切下来的以后呢 剩下的 4k 8k 就在这个地方 还是就在这样 照样接回去 好 4k 是刚才在这边的等效电压 在这里了 16k是我们开路量到的电压 分别是 有电压源所变成的8k 这个也是8k16伏 好 那紧接的 这个我们要学到Vo 就很简单了 这个有8k在这里 8k在这里 所以最后V0 就是8伏特 整个答案就出来了 OK 后面有一些详细的过程 老师就不讲 这回呢 你可以用听刚才老师的讲法 其实就把它解出来 好 这个是大概今天上课 我们最后要讲到的这一个 这一个 好 这个电路就是刚才我们所碰到的 OK 那这个 这一个电路上面呢 我们要量这一个 6k上面的 当作我们的负载 我们量这一点的 上面的压降是多少 我们也是一样 刚才把负载 当作我们的V电路 把它从我们原来电路分开来 分开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要量这个开路电压 就是6k拿走 变成无穷大的电阻 看到这个开路电压 这个电阻 这个压降是多少 那压降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电路里面有两个回路 分别是I1跟I2 我们再把I1跟I2的数值解出来以后 我们就分别I1乘上4k 跟I2乘上2k 就两个加起来就搞定了 那么这个I2很简单 两个mA 集中到I1 就是-6 这个 这样4k乘上I1 4k乘上I1 就是这个 加上2k乘上I1-I2 就这个 OK 加起来等于 这回路上等于0 I2已经知道是两个mA 好 解出来的电流是大概1.67 把I1在这个地方 1.67的话 我们乘上4k再加上2k乘上2mA 会写出来 大概是 嗯 用三分之三十二 就大概10.6 这个开路电压就出来了 这个上面开路电压就出到了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要求它的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其实蛮容易的 怎么样子呢 我们把这边短路起来 然后这边开路起来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是看一下它的电阻 就是2k跟4k刚才有算过了 2k跟4k 这个是 嗯 2k跟4k是1.33 1.33 加上3.33 3.33 并连 嗯 1.33 并连 6k 所以这一点就是变成3.33 这个上面已经出来了 就是这个是2k 4k1.33在上面 嗯 2k在下面 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已经拉走了 不算了 所以就这边剩下这两个 所以最后呢 就变成3.33 好 有了开路电压 有3.33 那整个电路呢 就很简单了 就变成这样子 其中开路电压是10伏 10.33 sorry 那个等效电阻是3.33 在这里 然后6k在这里 然后飞压电流就把这个给量出来 OK 当然你也可以去算它的等效电阻 等效电流就是 我把这边短路起来 OK 这边短路起来以后 好 这个短路起来 当然我最简单放这两个一桌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计算的方式 好 这时候呢 把6k的这一个电阻 我们把它短路掉 短路掉以后呢 我们就变成3个回路在这里咯 那我们分别用回路定理来 分别来求上面的电流 我电流取来 最后把ISC解出来 就短路电流求出来 我们就我们就求出来 求计算过程呢 在下面这个地方 第一个里面 第一个这个里面 左上的-6 加上4k i1-ISC 加上2k i1-2mA 就是i2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呢 这个代表右手边的这一个 右手边这个大的短路电流 2k的ISC 减掉2mA 就是左下的那个电流源 两个mA 就是i2的数值 加上4k乘上ISC 减掉i1 就是在大回圈上 左上的i1跟i短路电流上面 这个多出来 然后i2已经知道了 两个mA已经出来 那减出来 ISC就是五分之十六 也减得出来 所以呢 也照样可以用 其实用解回路方式 也把答案给解决出来 好 这一道题目 我们留到下个礼拜再解吧 我只能刻在哪里 和大抑乱 把组搅拌均匀 就好了 已经说了